太子崇峻大逆不道 起兵谋反作乱 先后杀死梁王武三司 驸马武崇训二人 又起兵攻打皇宫 幸好有刘景仁将军保驾 最终平息叛乱 崇峻一伙 只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 最后畏罪自裁 崇峻死了 朕甚是心痛 可是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太子纵然死有余辜 可他的背后 一定会有乱臣贼子 从中纵容教唆 太子才会如此行事 为保我们大唐社稷今后的安危 应该将那些叛党余孽 一网打尽 杨大人 臣在 你是刑部侍郎 追查余党一事 有何进展 回皇后娘娘 经过多日搜捕 微臣已经缉拿多名乱党 并且关押在天牢之中 除了太子和辽阳王李多座之外 其余乱党 还有洛阳都尉 成王李千里 羽林将军 羽林赵 以及御柱继之等人 有没有供出余党名单 有 说呀 其余乱党 还有徐丽山 韦万超 梁宇峰 好 干得好 皇上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为了阻止 再有人图谋不轨 我建议把这些乱党 立即正法 回皇后娘娘 如果马上将他们正法 恐怕会影响继续追查 事关重担 相信背后还可能牵扯到其他人等 所以 微臣以为 此事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呢 臣一定会继续追查 绝不含糊 这是当然 杀衣井板 以井效尤 为立我大唐朝威 也为阻止再有人心存不轨 皇上 杨大人搜捕有功 理应嘉奖 刑部尚书的位置 目前空缺 臣妾建议 着生杨大人 为刑部尚书 这么做一事顺理成章 好 即日起你接替刑部尚书一职 接替不幸遇害的五三四 谢 皇上 龙恩 杨大人 那些乱党 臣一定会尽快将吉拿归案的乱党 绳之以法 杀衣井板 以井效尤 好 今天 竟然白白放过了太平和龙姬父子 这只怕是放虎归山 后患无穷啊 母后 母后为什么不追究下去 女儿啊 女儿 那个徐丽山 是你舅舅的老下属 那个维万超 又是你姨母的干儿子 至于那个梁雨凤 他虽然是个老学丘 可他是你爷爷的固友 这些人七七八八来来去去一算 多多少少都跟我们维甲有些联系的 母后的意思是说 有人想跟我们一样 存心想利用此事 把我们给拖下水 恐怕我们再继续查下去 还不止这些人哪 殿下不是太平姑姑 就是八皇叔父子 已经把他们给拉拢了 然后来对付我们 所以啊 我只能壮士断臂啊 我是白白地放过了一次 捡除他们的好机会 这次实在是低估了他们 事到如今 现在已成定局 也没有办法了 再从长计议吧 如今的当务之急 是太子之位不能一直空着 要尽快地说服父皇 立我为皇太女 这样一来 对付姑姑和八皇叔他们 也会对我们有利的 小马 谢谢你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帮你们姐妹俩 不是一次两次了 你知道我从来不收这个的 就是因为不止一次两次了 我们姐妹俩多番受你恩惠 这个呢 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你就收下吧 好吧 对了 孟福知道太子死了 他怎么样 他没什么 不过我总觉得 他在我面前逞强 毕竟太子无端死掉 而且他也怀有太子的骨肉 小马 小马 卢公公 卢公公 孟凡也在啊 小马 快 替我去趟上药局 我不去那儿 那儿的御医可坏了 上次在我茶里面放了泄药 我足足拉了三天 我不去 不去 你看 竟瞎扯 杰玉娘娘身体不适 赶紧去请张御医 来给杰叔娘娘诊断一下 杰玉娘娘不是一直由刘御医服侍的吗 刘御医死了 听说是服毒死的 可是好端端的 为什么会这样 刘御医跟太子关系甚是密切 恐怕这次太子策反啊 他怕受到猪脸 所以呢 服毒自杀了 嗯 你说的也有道理 刑部检查啊 在刘御医那里 刘有一个紫河车 相信不久前 有人划过胎啊 那会不会跟她的死有关 皇后娘娘已下令刑部 将一杆叛变的人问斩 刑部好像也不追究这个事儿了 刘御医的死就以服毒自杀结案了 这次是刘御医的死也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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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马哥 你干嘛呀 嗯 我呀 来替鲁公公抓药 喂 这里闹鬼呀 你还敢在这里睡啊 皇宫之内 哪里都死过人 如果我们要是怕死过人 就不敢睡觉了 那我们不早就累死了 哎 哎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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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听说刑部的人过来查过 发现什么了吗 哎 哎 那些刑部的官爷只不过做个样子 嗯 最后 没发现什么 就都回去了 哦 哎 哎 不对啊 听说发现了紫荷车是吧 你问这干嘛 你怎么会知道 哎 哎 紫荷车那可是个好东西啊 能补肾一惊 养气养血啊 哦 哦小马哥 你果然识货 嘿嘿嘿 嘿嘿 可是刘雨死了 其他人也没空理会这个了 后来只好丢掉了 丢了 哎呦 丢了那可是太可惜了 我看不如 小琪 把她给我吧 嗯 可以 当然可以 你等着 我马上给你拿去 啊 辛苦你了 嗯 عم 很可乐 limitation 回头 写 帮 immediate 喜 查 刘雨 好 阿 阿 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 你是孟父和太子的骨肉 应该享尽 荣华富贵 可是无奈你娘亲要把你打掉 令你变成无处孤魂 你有什么话 想跟小马叔叔说啊 小马叔叔把你带到这里 拜祭你 不过是希望你可以早日投胎 转世为人 不要再无故受害了 一路走好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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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福 走 跟我来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把腹中太腰打掉了 你怎么可以亲手 杀死自己的骨肉呢 他的爹爹已经变成了逆贼 我留他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不要算了 那么刘玉依呢 你为什么要下毒杀了他 他又有什么罪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是为了我自己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心狠手了 你怎么下得了手啊 我不让错能活吗 没错 是我杀了刘玉依 就连太子 也是我把他堵死的 那又怎么样 为什么 你不是真心爱太子吗 你不是还还了他的骨肉吗 你怎么可以杀了自己心爱的人 我从来就不需要心爱的人 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帮助我 做我靠山的人 让我不被人欺负 不被人践踏 我原本以为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但原来他是一个不长进的人 他居然要放弃这一切 放弃王位 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追逐鸣鸣 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荣华富贵的 没错 他可以什么都不要 但我不可以一无所有 你知道吗 他要去发动兵变 事成之后 他是皇上 我是皇后 再危险我也心甘情愿 可是 他既然杀到 只要清军策不要皇位 我知道 他会害我失去我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不得不这样 那你也不能杀人哪 他不死 这件事就没完没了 他的梦 最后会成为我的不幸 姐姐 其实我是逼不得已的 你不是人 你是畜生 皇宫之内 有谁不知道 这是争夺你死我活的地方 如果我不杀他 那我会死得比他更悲惨 只要可以保命 我宁愿做畜生 你连畜生都不如 我没有你这个妹妹 我没有你这个妹妹 姐姐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也不要像你这样满口仁衣道斗 却不顾亲情的姐姐 好 妈 妈 妈 你 Code 就会脑子 你命来 那啊 又死了 那吧 你 就局 你 冲 没出事 一点 太子殿下 幕府对你的 所作所为 真的是罪无可恕 我也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 变得如此心狠手辣 害死了一个又一个 就连自己的亲身骨肉 也不放过 太子 我就只有这一个妹妹 我以为 无论她做错任何事情 我都可以原谅她 可是这一次 她实在太狠毒 太子殿下 你叫我该怎么做 你叫我到底该怎么做 梦返 惠宁姑姑 你也来祭拜太子啊 自从谋反的事之后 太子被打成恶贯满盈 十恶不赦之徒 总算有人 肯为殿下伤心难过 太子殿下 实在太可怜了 太子只不过是想为皇上好 就落得这个下场 你相信他会谋反吗 太子殿下是一个好人 但是好人 偏偏违有好的下场 是啊 我进宫多年 亲眼看着太子 从强暴婴儿到长大成人 想不到 当年眼巴巴地看着宜德太子 和永泰公主 死在我的面前 时隔多年又看到太子 死于非命 他们都是好人哪 他们都一年早逝 让我这个白发人 送黑发人 皇上 一定是最悲伤的人了 你说得对 皇上其实是很宠爱太子的 只是皇后娘娘 嫌太子不是她亲生的 所以才从中作梗 离间太子和皇上的感情 如今太子过世 皇上一定痛不欲伤 我毕竟不欲伤 我愿不欲伤 我们这些做宫女下人的 贱命一条 死不足惜 可是几位公主和太子 他们可都是千金之躯呀 奈何死得不明不白 难道 难道身在这皇宫之内 就难逃这个 可悲的命运吗 惠宁姑姑 我相信 一切自有天意 天意 天意为什么不能 护有好人活着 天意一定会惩治恶人 恶有恶报 黑暗将近的一刻 就是破晓来临之事 你说的那个时候 但愿我能看到 或许 或许你能让我看到那一天 赵公公 孟凡 安乐公主命我前来通传 要你速去凤阳阁一句 奴婢 奴婢叩见公主殿下 你来了 快来帮我推 你还记不记得 以前你就是这样 推我当秋千的 记得 公主跟以前一样 笑得总是很开心 很响亮 就跟以前一样 跟以前一样 不一样 那个时候开心的 和现在开心的不一样 现在我开心的是 快要看到你 不开心的样子了 你出来吧 小福 你来这里干嘛 孟福 你干脆告诉你姐姐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已经是公主的贴身侍从 孟福 做人贵在坦诚 你就将一切都说出来吧 是公主收买我 是公主要我出卖太子的 原来宫中的一场 悲剧 那一切的一切 是你一手造成的 对 你做梦都没有想到 我会做出这一切吧 我告诉你 这一切的不幸都是你造成的 当初要不是你欺骗我 隐瞒了樊梁已死的真相 我就不会被蒙在鼓里 委屈求全地留在五重训身边 一再受苦 才有了今天 奴婢担心公主 如果公主知道樊梁已经死了 公主还愿意活下去吗 公主还会继续活下去吗 如果公主知道樊梁已经死了 公主就会陪着樊梁一起殉情 奴婢担心公主 所以才会说谎 你看着我为一个不存在的人 而过活着 这就是为我着想吗 其实 死并不可怕 被最信赖的人一直欺骗着 这种感觉 比死还难受 如果公主认为奴婢之前所做的 都是错的话 奴婢求公主 迷途知返 不要一错再错下去了 你现在求我原谅你 晚了 你痛苦吗 难受吗 孟夫 你看看你姐姐现在的样子 她又痛苦又难受 你知不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感觉 公主 你怎么样对我都不要紧 求你放过孟夫吧 我不会伤害她 反之 我会对孟夫好 更不会欺骗她 公主 求你放过孟夫吧 你们还真是姐妹情深呢 可惜 她不是你 可惜 小夫 你清醒清醒 不要被她利用了 以后 我每天都要看着你像今天一样痛苦 你回去吧 孟夫 送客 公主 公主 小夫 你醒醒吧 小夫 你听我说 你不要被她利用了 你快点走啊 你快点走啊 孟夫 我最赏识你做事的时候 可以将亲情都放在一边 多谢公主赞赏 假若他日我登上了皇位 我一定重重地赏赐啊 奴婢谢过公主 你的名称 stay 快去奔婢 要謝 老天爺 请你教梦凡 到底该怎么做 生杀欲夺 乃天子之权 朕曾经翻手 可杀万民 副手可救苍生 这就是大权 只要大权在握 朕即天下 翻手可杀万民 副手可救苍生 只要大权在握 当年朕在这里 开创了大洲 今天 朕也要在这里 做个了断 当日我做错 近日我要亲自做个了断 我还以为 你今后不会再见我 关于太子的事 我不能认同 也不想多说什么 我今天约你来 并不是想讨论太子的事 那是什么事情 我只想问清楚一件事情 什么事 如果安乐公主 当了皇太女 甚至当上了女皇帝 大唐江山会如何 天下万民又会如何 当年皇祖母 善于治国 重视阎揽人才 知人善任 皇祖母 当政年间 政策稳定 兵略妥善文化复兴 劝农丧 伯富裔而百姓富裕 安乐公主要跟她相比 根本是云泥之比 充其量安乐公主 只不过是跟她母后一样 只懂得玩弄权术吧 你说过 皇后心术不正 觊觎皇位 终日想当第二个圣神皇帝 皇后心胸挟着 处处用拳 假如让皇后 或者公主其中一人 当上皇帝 只会殃及国民 而国土四分五裂 设计岌岌可危 你会阻止他们吗 倘若公主或者皇后 当上皇帝 恐怕我这小命也不保 与其让我坐以待毙 我倒宁愿 拼死一搏 好 我知道安乐公主 就是想当女皇帝 但是凭我一个人的力量 没有办法阻止她 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你一旦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绝不能半途而飞 更不能后悔 只能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甚至 去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这些你可以做到 可以 为了弥补我以前的过错 我什么都愿意做 路是你自己选的 我希望你能够 想清楚 皇上 还在为太子的事忧伤啊 来了 谈奏乐曲吧 是 奏乐曲 奴婢叩见皇上 皇后娘娘圣案 怎么了 匆匆忙忙的有什么事吗 回娘娘 刚才宫女在整理娘娘一厢的时候 一打开 里面飞出了五彩祥云 什么 五彩祥云 皇上 五彩祥云呢 皇上 五彩祥云 大王 祥云从你的衣箱里飞腾出来 可是祥瑞正兆啊 五彩祥云 皇上 臣妾不敢邀功 这可都是皇上的红福啊 人家都说呀 这五彩祥云 可是只会落在对天下苍生有大功德的人头上啊 皇上你是天子 臣妾虽然深受皇恩 但五轮之别不能不讲啊 即便皇上虚怀弱骨 跟臣妾不分你我 可是 上天他不会混淆的呀 那有什么区别 这正是你的红福 皇后 朕要昭告内外 好让满朝温武 与你同贺 皇上 奏乐 奏乐 皇上 祥云急诏 欲使来年五谷丰收 天下太平 实乃社稷之大幸啊 皇上乃一代明君 勤政爱民 造福苍生 这是上天 给予皇上的恩赐啊 作善将之百祥 作不善将之百秧 如今天将祥云 朕决定 大赦天下 恩责万民 以谢天恩 大唐有此盛事 座下的百官 也功不可没 皇上 臣妾以为 应该有所嘉奖 皇后有什么提议呀 皇上 臣妾是皇上的女眷 也希望 和百官家中的女眷 共荣共乐 皇上不如 家赐她们 百官母妻等各种封号 皇上意下如何 准宗 庆宁宫出现祥瑞征召 一定是因为皇后娘娘 格行端庄 贤惠宽人 真不愧是国母啊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皇后娘娘千岁千千岁千千岁 凭身谢娘娘 但愿天佑我朝百姓福乐永享 皇上 高祖当皇帝前 天下歌桃李子 太宗当皇帝前 天下歌秦王破阵月 高宗当皇帝前 天下歌策堂堂 当今太上皇当皇帝前 天下歌五妹娘 如今陛下当皇帝前 天下歌英王十周 如今皇后仁德化禄 天下归心 指太史事 家业至终 紧进桑条歌十二篇 臣请宣誓内外 进入岳府 皇上 这些歌都是歌颂历朝帝皇 这皇后终究是皇后 这样的话似乎有点 无妨 皇后 皇后与朕向来无分彼此 歌颂皇后就如同歌颂朕一样 快将三条歌流传各地 将皇后的人德宣誓天下 让全国的百姓都知道他们的国母 被苍天赞颂 臣领旨 皇上 皇上 天降降云 此乃千古奇缘哪 皇上 臣妾建议把这些难得的景象 请画师画下来 挂在安乐寺中 让宫中所有的人 都一睹这难得的奇景 也好流传后事 皇后所言甚是 照办 母后的这一招实在是令女儿大开眼界 想不到母后可以借助天意这个绝妙计梦 女儿要是能有母后一半的聪明才智就好了 眼下这五彩祥云 已经围绕在我身边 歌颂我的歌声 也已经传颂千里了 他日 我登基之时 谁还敢说我名不正言不顺 来 让女儿祝贺天与人归的母后 早日继承大统 打下千秋万世的基业 傻女儿啊 你母后多大岁数了 还能做几年皇帝 为的是千秋万世 是这四个字 让你能够继承地位 母后 你认为五彩祥云的出现 还会不会有人阻止女儿做这个皇太女呢 到时候母后做了皇帝 谁还敢反对 我让她人头落地 可是那个彩梅的事情弄得满城风雨 他们都说我是丧门星 有的人还说我是招风惹雨 说那个死鬼彩梅子安了四里还魂 闹得鬼话连篇 恐怕他日母后要是坐上这个皇帝 也会有人借此大作文章 阻止母后册封女儿的 女儿啊 这个母后都已经跟你想过了 所以母后让皇上 叫人把这五彩祥云画下来 然后把这个画挂到安乐寺去 这样一来呢 一则借着五彩祥云的锐气能辟邪 二则能辟谣 到时候谁还敢说 你不配当皇太女 母后思虑周全 他日女儿夺偿所愿全占母后成全 傻女儿 母后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都是为了能让你一生无忧 这下你知道母后的苦心了吧 女儿明白 不过 现在挡在我们面前的 还有姑姑和八皇叔他们 没事 虽然我们的前程 还算不上是一帆风顺 但是阻挡我们前行的 也就是小风小浪 只要我们母女一条心 难道我们还对付不了这萧小之辈吗